解读基改密码 今天的整体报道要关心的是 台湾可以说是最大宗的基改食品 那就是黄豆 不论豆腐豆浆都是国人的营养补充品 但是台湾黄豆进口的数量占了90%以上 90%的黄豆都来自于美国和巴西 台湾自产的只有10% 而在花东纵谷有一群豆农非常努力的 种植有机的黄豆 这些黄豆不但成为国人健康的来源 他们还做了保种计划 希望把好的种子能够留下来 只不过这样的黄豆种植过程并不容易 春天的花东纵谷蕴含着无穷生机 黎明几起弯腰农作 在十岁丰收之前 他们必须心情耕耘 站在这里闻不到刺鼻的农药味 证明了这一片环境是对生物友善的环境 事实上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片大豆田 是台湾非常珍贵的飞机感农地 有碰到那个毛毛虫吗 有 黄色那个黄色那个很毒 他是曾国旗 出身农家 在台北学的是建筑 26岁时生命大转弯 返乡成为新农夫 就是不想中年才会离开家里 这个就好像旗带一样 你跟土地的连结你是跑不掉的 你还是要回来 回来之后才发现 坚持耕种飞机改的有机作物 最麻烦的就是除草 那在采收的时候那些杂草 就会残在这个收割部的部分 会让它没有办法采收 那到时候所需要投入的那个人力 会更庞大 从父亲手上切下47公顷的农地 增加的水稻和杂粮 全都坚持不使用除草剂 国外做基改的豆子 还有就是一般冠型的豆子 它就会在采收前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就会用杀草剂 或者是很大量的落叶剂 把这个豆子都喷洒到都干枯了 然后让它有利于机械采收 剥开豆匣 一粒粒饱满的豆子 蕴藏着大地的丰沛能量 曾和其说 有机农作不追求量产 适合基改农作最不同的地方 它的入地是要达到 就是作物收成的最大量 那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对土地的伤害 对这些生态的伤害是很严重的 台湾目前已经有超过500位农夫 加入了无机改运动 宣示捍卫台湾原生种农作 特别是提高黄豆生产的自给率 而这也是农委会的目标 今年我们的这个预定器座的目标 是定在1500公顷 那我们希望往后能够逐连调高 我们的这个生产的目标 只是对于小农来说 重豆选豆是辛苦的手工业 之前要出的时候真的要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机器 现在还没有那个设备 对 我们那个设备比较高 精挑细选出来的上好黄豆 就放在这个种源库里 以恒温保存 作为来年的优生种子 像这个豆子就很健康 它就可以当作健康的种子 我们没有这样子外加的化学农料跟肥料 那么它就特别需要在地的这个环境 有机农民能够用自己的品种 自己在当自己的农场选出来的品种 那是最好的 最好的要留给台湾 在无机感运动背后 我们看到了台湾农民 令人感动的自觉与努力 我们看到了台湾农民